中市晴美市民廣場 每到假日人超多 有不騷業者違規在草地上擺攤 其中一名流姓攤商 兩年內被開出七十三張的罰單 金額高達三十六萬 大筆的金額他不肯繳 繼續違規擺攤 直到執行署書機關繳上門 說否則就要向法院申請管收 流姓攤商聽到了關鍵字 這下才趕快帶著現金 一次繳清 書機關登門找上這名黑衣男子 因為他多次在台中晴美市民廣場 違規擺攤賣玩具 已經欠較高達三十六萬的罰款 那我們今天先查封給車東西 好不好 車放哪裡 就是放在很遠地 根據調查流姓攤商 兩年前開始違規擺攤 被開出七十三張罰單 也罰不怕 就算執行署找上門 要查封他的身材工具 他還先假裝配合 又趁機離場以拖再拖 不繳錢就是不繳錢 台中市民廣場每到假日 不少家長帶小孩來放店 也有民眾來這野餐拍照打卡 攤商不惜游走邊緣 也要把公園當作自己的店面 擺攤賣可愛的造型氣球 泡泡槍還有玩具 大轉觀光彩 還以為不繳罰款 公家單位也拿他們沒轍 執行署追到底 寄出再不繳 就要向法院申請管收 才讓欠繳罰款大戶以次繳清 接下來是張之南台中報導